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么说吧,烧烤汉堡肉饼绝对是一门艺术 烧烤出味道完美的汉堡肉饼是对美国烧烤师傅的终极挑战 翻烤汉堡肉饼也是很多美国人终生难忘的经历 首先介绍一下自己做汉堡肉饼肉排 人们多在商店买做好的肉饼 那个味道也非常好 但是自己做肉饼也很方便 关键是还可以添加自己喜欢的调料 无论哪一种方法 瘦肉肥肉的比例都应该是80比20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肥肉太多对身体不好不健康 那肥肉太少呢 肉饼干燥口感不佳 下面具体说一下自己做汉堡肉饼的方法 原料2斤牛肉馅4拌蒜末2汤勺切碎的洋虫 一茶勺胡椒粉一茶勺盐 然后把牛肉馅和调味品混合在一起 我们前面说过自己做汉堡肉饼的优点就是可以加入自己喜爱的调味品 比如我们中国人华人喜欢的姜葱可以在这个期间加入 我们在这里介绍这个做汉堡肉饼的食谱 可以做6个汉堡肉饼 肉馅和调味品混合好以后 就可以把肉馅分成6份 再做成宽度为4寸的肉饼 边缘 肉饼的边缘应该是2厘米厚 自己做汉堡肉饼的一个小窍门 就是要在肉饼的中间压一个浅摇一个小九窝 也就是让肉饼的中间薄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肉饼在烧烤中会收缩膨胀 这样做可以防止肉饼的中部过后 肉饼做好了 下一步就是烧烤汉堡肉饼 第一步就是在肉饼的两侧涂上植物油 其目的第一是避免粘着 第二呢 这样做法呢 可以帮助在肉饼上留下烧烤炉排上美丽的痕迹 然后把肉饼在烧烤炉排的火焰上直接烧烤 一侧烤1到2分钟 然后翻转一次 再烤1到2分钟 如果你的运气好 汉堡肉饼就烤成功了 如果运气不佳 就要知道后面讲的技巧 首先讨论一下烧烤汉堡肉饼需要多长时间 一种方法呢 是灼热快速烧烤肉饼 只翻转一次 也就是一侧 肉饼一侧 烤1到2分钟 翻转一下 再烤1到2分钟 肉饼就烤好了 很多人喜欢这样烧烤的肉饼 因为内部还是粉红色的 有人说风味好 内部嫩 但是我们不推荐这样烧烤的汉堡肉饼 除非你自己做的肉馅 而且知道肉是绝对新鲜的 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烧烤的肉饼一定要烤熟 大概呢 要烤8到10分钟 期间呢 要翻饼几次 这是我们推荐的方法 我们建议烧烤汉堡肉饼时 肉饼一定要烤熟 但是我们后面会要解释 也不能烤过 另一个烧烤汉堡肉饼的技巧是 只能翻转 不要按压肉饼 烧烤期间 请勿按压肉饼 压力会把脂肪和风味都压出来 导致肉饼内部干燥 缺少风味 下面说一下烧烤汉堡肉饼时的翻转次数 这个呢 与烧烤的温度成正比 如果用高温灼热烧烤 那就要随时翻转肉饼 一般是30秒到1分钟翻转一次 如果是用中度温火烧烤 那则不需要翻转太多 一般是1到2分钟翻转一次 一般来说 烧烤师傅最知道自己的烤炉 也知道需要翻转肉饼的次数 接下来讨论一下 烧烤汉堡肉饼时的食品卫生安全 这是因为 汉堡肉饼是由碎肉和肉馅做成的 在制作过程中 很可能会有污染 所以我们建议 烧烤汉堡肉饼 一定要烤熟 也请注意 美国政府建议的 肉饼内部的温度 至少应该达到160华氏摄氏度 而且烧烤汉堡肉饼的时候 烤完之后的中间 应该没有粉红色 如果有温度计 可以用温度计来测量 肉饼内部的温度 正确的方法是将温度计 从肉饼的侧面插入 这样测的温度更加准确 如果没有温度计就要根据经验来判断 这里呢我们讲一个窍门如何判断 你的烧烤的肉饼是否已经烤好了 肉饼的中心部分是最难烤熟的 因此我们要观察 肉饼的中间也就是中心部分 如果你同时观察到下面两点的时候呢 就说明肉饼已经烤熟 第一点呢是肉饼的中心部分开始膨胀 第二点呢是肉饼的中心流出的汁液呢 从粉红色变成了白色或透明 如果你同时看到这两点 一般是膨胀可行 先发生 然后呢就是肉饼的中心流出的汁液 从粉红色变成白色透明的时候 那就说明你的肉饼已经烤好 应该马上拿出来 如果不能确定烧烤肉饼的温度 那我们就多烤一会儿 多翻转几次 终究吃个安全最重要 美国烤汉堡包肉饼 大多都要添加奶酪 什么时候添加呢 一般是在烤肉饼烤熟前 大约一分钟 把奶酪加在肉饼的上面 然后再烧烤就可以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什么时候烤面包 这点很重要 面包呢也是在肉饼烤熟前 大约一分钟的时候 把面包放在烤炉架上 注意不要直接对着火焰 而是离火焰远一点 然后面包的内面 一直烤成金黄色为止 美国人喜欢吃汉堡包 也有不同的嗜好 这里呢讲一个小典故 那就是美国前总统 小布什 他特别喜欢吃烤汉堡包上面的奶酪 他把这个习惯呢 也带到了白宫 所以他的父母 也就是老布什总统 总是开玩笑说 这小子 小布什总统 从小的时候 吃香就不是特别好 说到吃香 我们讲一下 正确的吃汉堡肉饼的方法 那就是当我们在自家烤完了汉堡肉饼之后 要让它休息一下 汉堡肉饼烤好后 要让肉饼在面包中间放一分钟左右 其目的呢 就是肉饼中的汁液 有时间重新分配 能给你带来更完美的口味和体验 所以美国的烧烤师傅都说 烧烤汉堡肉饼是一门艺术 最后啊 我们再给一个烧烤汉堡肉饼成功的密码 那就是要保持清洁 要时常用钢丝 彻底刷透 烧烤炉的热炉排 清除所有的碎屑和炸物 以减少年连 第二呢 就是要保持上油 在烧烤的过程中和烧烤之前 要反复给烤炉的炉排刷植物油 这样有助于防止年连 而且会得到出色美丽的烤架痕迹 第三呢 要及时翻饼 研究表明啊 经常翻转 会使烧烤的肉饼烤味均匀 味道好 当然最重要的烧烤汉堡肉饼成功的密码 就是安全安全再安全 要注意防止被烧伤 灼伤 而且呢 要注意食品卫生 当然了 一定要有好的身体来翻转汉堡肉饼 Flip Burgers 祝你成功 我们一起享受烧烤汉堡包的美味 谢谢观看收听 如有问题 欢迎在留言区讨论如喜欢 请点击右下角的订阅 以示我们能够继续制作相关题目的视频 谢谢 谢谢观看